看一下就是刚刚讲的这一题,这一题逻辑很简单 如果你希望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取得它部分资料 那那个部分资料可能就不是说固定在第几个字 而是用一个可能符号的字元 去区分它你要哪一个字开始,哪一个字结束的话 那通常我们会用fine的这个函数去帮我找到位置 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看 当然最后的结果,像刚刚看到的这个最后完成的这个公式 里面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当然我们会用到那个像fine函数 可以找到什么呢,前刮弧的位置 用fine函数找到后刮弧的位置 再利用me的函数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把资料带到这边来 但是带到这边来会有个问题 如果没有刮弧,它会产生value的错误 所以你最后还会需要用到ifl去做那个什么呢 value的那个错误的过滤 特别注意,如果你是用那个excel的2007以前的版本 可能2003的话,那就没有ifl OK,那你可能会需要用两个函数 就是if加 isl去做过滤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的版本比较旧的话 恐怕那个ifl这个函数就没办法适用 那这个当然,现在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刚好上课的同学里面呢 是有用那个比较旧的版本 那会有这种差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么复杂的公式 我建议 如果这么复杂的公式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呢 可能就是取得前刮壶的位置 那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分开来做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是前刮壶 然后呢,再来是取后刮壶 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资料给什么呢 给切出来 资料的部分 然后最后的话呢 是过滤你的那个什么呢 错误 OK,大概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个别完成 否则的话 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 要叫你一次全部做完 应该难度会太高 那怎么样分别来做 首先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找到前刮壶的位置呢 我建议是把它放D3好了 那D3的储存格 因为D2里面没有刮壶 所以可能会产生错误 我们先看到有刮壶的 那你可以用哪一个函数呢 一个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记得从文字里面找找看 会有一个叫做Fy的函数 OK 那顾名思义嘛 他是让你去找 找储存格里面呢 有没有哪个字元 有的话告诉你第几个字 那这里你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其实在文字类里面函数 从头到尾这么多 我建议如果没事的话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函数 因为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这些函数呢 将来其实都有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 把全形转半形的话 你会想到哪一个 把全形转半形 其实就是这个 ASC嘛 有没有 他底下不是跟你讲 将全形次元转换为半形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遇到那个全形转半形 那就是ASC就OK了 另外呢 假设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半形再转全形呢 OK 那全形半形应该知道 这边有个big法 就是全形 把半形再转全 所以里面还有很多 另外还有什么 如果我希望输出什么呢 输出那个我们电脑的内码的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入个A的话 A的内码位置在65 那其实你可以什么 用那个CHAR函数 CHAR 你就再给他65 他就帮你输出A 比如说我试一试 这边的话 那ASCII Code 那内码表如果你找到65 他这边按确定 他会输出A OK 那意思类推啦 其实将来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将来你可以配合像什么 INDIRETS函数啊 他要蓝号 没有 A B C D 可是呢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自动去产生这个A B C D的话 那你必须要自己打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可以配合什么 CHAR函数 去帮你抓到蓝名 再把它串接在一起 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里面当然很多啦 那我是跟各位讲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说呢 里面的每一个函数都有它的用途 但是不见得一定会用到 可是呢 你至少要知道这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那其中有那个FINE函数刚刚提过的 另外呢 再往下 有一个叫什么呢 Search函数 其实你会发现 FINE Search FINE不是寻找吗 Search也是寻找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边差异性 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底下都跟你讲答案了 关键就是什么 如果呢 什么 FINE的话呢 大小写 Search是大小写 视为相同 对不对 如果你是FINE的话呢 那大小写 视为 它不是不同 它是区分大小写 意思是说 如果你将来在找 找资料的时候 假如大小写 你把它当成不一样的话 你用FINE 可是如果说 你大小写要一样的话 那你就用Search 所以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这一点我想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这一题我们用FINE好了 因为 主要是找那个 钱瓜糊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钱瓜糊的位置 我怎么找呢 第一个FINE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什么 找哪一个字元 那我就补一个钱瓜糊给它 OK 那离开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瓜糊 前后的那个双引号 那在哪边找 WITHIN TEXT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那第三个是STAR NUMBER 就是STAR 从哪个字开始找 如果你空下来 它就从第一个字 帮你往后找 不过理论上 我们是从第一个字 当然呢 未来如果你要让它往后面的字元找 不要从第一个字找 那你可以在STAR NUMBER里面呢 填入你要的那个数字 OK 那这个时候 它会帮你找到3 返还结果是3 而且是一个数字3 OK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当然往下填满 你会发现 如果呢 有找到的话 它会是什么 它的位置 如果像第一个 或者是像第几个呢 第六个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它会产生一个 仅Value的错误 也就是说 FY这个函数的特性是 找到 告诉你位置 找不到 那就给一个仅Value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 问题是 如果将来找不到 会有个仅Value放在那边 感觉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过滤掉 其实很简单 就刚刚讲的 IFY就可以了 不过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后刮弧 所以后刮弧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 也是跟刚刚的前刮弧差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贴到那个后刮弧的地方 把那个公式里面 直接改一个后刮弧就可以 这样会比较快 但你可以重做一遍 OK 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 刚刚我在空点上 不是用直接点两下 现在是可以快速点两下 它会自动填满 那你想说 刚刚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填两下 主要如果你要填两下 你的左边栏 是要有资料 你才能够自动帮你填满 但是如果你左边栏 没有的话 那你点两下 它不会理你 它实际上点两下 意思是说 自动去参照左边的内栏 它到哪一列 它就停到哪一列 而且帮你实作里面的公式 OK 这边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前刮户的位置 后刮户的位置抓到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样的东西 我要的是中间的资料 所以资料怎么抓呢 再来我可以利用那个有个函数叫mid mid的函数 那这地方你不能用labs 左边的不对 因为它在中间 所以你用那个mid M开头的这个函数 那顺便讲一下 这边有个mid 后面有个mid b 然后len也有lmb 然后什么labs 那个b指的是byte 因为在那个isale里面 数字跟英文都是一个byte 中文或全形是两个byte 那如果说你没有用那个什么byte来算的话 那就算字元 字元的话呢 就是反正不论中文英文数字都是一个byte 它不区分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 其实在有些实作上面 假如说你要找出你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用byte去算 因为呢 如果你用byte算 跟不是用byte算的话 那byte会多出几个字 那多出那几个字实际上就是中文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顺便讲一下 有关那个什么mid 下面有个mid b b的话是用byte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很多那个 文字函数比较特殊 它都会处一个有 后面多一个b 一个没有 OK 然后我们现在用那个mid 按确定 然后呢 要做什么呢 把字给切出来 那我的文字在哪里呢 在 这个 就是一样 我点一下那个a3 然后呢 start number 是从第几个字开始 那我要开始的字 那我要开始的字是从 前刮壶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不是要包含前刮壶 所以你要记得加1 加1的意思就是说 前刮壶的位置 再帮我向后抓一个字 前刮壶 后面这个字 从这个字开始帮我抓 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lumber trust 那你要抓几个字呢 基本上 就是 后刮壶的位置 有没有 剪掉什么呢 前刮壶的位置 那因为呢 会多一个 多一个后刮壶的这个位置 所以记得 最后记得再把它-1 -1 因为多一个后刮壶 所以我们把后刮壶的位置再扣掉 怎么会知道有多一个 其实呢 我建议各位平常 可以善用这个预览视窗 因为有的时候 你用那个 直接推理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可以什么 配合这个 然后-1就可以了 因为多一个后刮壶 -1 这样的话呢 按一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资料呢 就全部找到了 向下填满 然后呢 向上填满 不过呢 你会发现找不到 就会多一个value错误 那当然呢 这个value错误 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过滤 那个value错误 所以最后呢 请你再利用 插入函数里面的 那个 逻辑里面 OK 会有个ifl 如果他刚刚讲过 就是如果你是2003的版本 很抱歉 他没有ifl 这个ifl非常好用 因为以往如果你没有ifl 你可能要用两个函数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ifl的话呢 非常简单 以后呢 记得哦 只要你在初春歌里面看到 有那个任何仅开头的错误 包含现在看的仅value 或者什么 仅ref 或者仅na 等等的 反正有仅开头的 那 记得啦 用这个 就可以把它全部过滤掉了 因为我看很多人报表 奇怪一堆那个仅开头的 然后他也不做任何处理 那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实在是不美观啦 对不对 你就做一个 就记得用ifl过滤一下就好了 按确定 然后呢 记得哦 在做ifl之前 请你先 先插入一个ifl 然后呢 过滤什么呢 the value 把这个储存格的里面的这个资料给他 他会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仅开头的东西啊 如果有的话呢 他要做什么样的错误处理 我要把它清掉 所以呢 给他错误的 给他过滤的东西 如果有错误呢 把它改成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记得哦 在excel里面呢 或者VBA也是一样啊 就是两个双引号 这样子叫做什么 空置串 实际上就是清除的意思啦 OK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清空 然后呢 如果遇到有错误 他帮你清空 但是呢 如果遇到里面没有错误的话 他就照原来没有错误的 那个内容 做输出 OK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过滤有错误的 但是留下什么 原来 没有错误的 还是保留 MR 那VALUE全部做完了 所以往后呢 如果你的那个 Excel的工作表里面呢 假如说有很多的 紧开头的错误啊 我是建议啊 你把那个公式减下来 贴到FL里面 再过滤 把它底下 加一个空字串 他就会帮你把所有的 这个错误讯息呢 通通都过滤掉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是分成一 二 三 四个步骤 分别完成 那你想说 那最后 我要的结果是 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嘛 可是距离还是有点遥远 那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当然可以啊 后面呢 就是希望 做完这些啦 你可以不要分四个步骤 你一个步骤呢 就把刚刚全部事情做完 不过有点难度啊 但是你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啊 你可以怎么 把F栏到B栏怎么样 把它隐藏起来不就好了 把上面栏位名称再改一下 这样也OK啊 没有人说不行啦 不过你自己可能看的不舒服而已啦 就这样 这 所以这 就是 你可以做一个变通嘛 但是 如果不行 不然你用连结 连结的方式啊 不过当然这都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 你就做完之后 可以怎么样 一次全部做完 那是最终极目标啦 如果你 那个只是一个 有点像我分阶段 但如果你要一次做完 可不可以 我做一次可以看 你要逻辑清楚啊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先把中间可能比较重要的公式先复制起来 然后把刚刚的 动作再做一遍 先把fine先做完了嘛 然后把它插入函数 外面先包一个mid函数 所以最近使用过的mid函数 所以最近使用过的mid函数 然后test的是在哪里 在这里 start number是 刚刚这个公式有没有 贴上哦 记得不要复制到等号 加上1嘛 钱瓜5加1 然后后面要抓几个字 就是抓后瓜5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公式 改成后瓜5 然后呢 再减掉前瓜5 所以再贴一次啦 然后再减掉一个字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我就完成了 第一阶段 你看一下 没问题啊 第二阶段就是把mid函数这个部分 再把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第二阶段就是把这个公式 再剪下来之后的话 贴到那个ifl里面 刚刚用过 最近使用过的 贴到value里面 然后呢 后面一样加一个空字串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那当然 其实比如说像比较冗长的公式 没有人那么厉害了 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到位 那我的习惯是我先拆解 拆解完之后呢 再全部都在一起 这样会简单很多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 全从头发做到尾 这样你一次就做这样 应该很很少人可以 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的重点 11234 再一次 再一次